石宇佳 宝石猫依然在悠闲地看着电视 这次电视节目从数码受大冒险换成了摩卡少妇婴 旁边 林修竹盘坐在地毯上 双腿上抱着一只猫咪大小的大熊猫十一 他双手不断在十一身上撸啊撸 手上弥漫的金色光芒持续涌入十一体内 精细强化天赋 精细运养法 由五帝麾下石铁兽不足大将所创 用于激发 提纯石铁兽的血脉 且可以高效强化精细宠兽力量 应 十一享受的躺在林修竹大腿上 看得旁边的石鱼有些感慨 怪不得前世那么多人想变成大熊猫 猫咪 狗狗 喊着人不如猫人不如狗之类的晦涩难懂的话 原来还真是 真有人活得不如宠物 休息一下吧 喝点茶 石铁将餐宝宝制作的林果榨好汁 弄成果茶后 给熊猫学姐和宝石猫端了来 谢谢 林修竹玩耳一笑 然后拍了拍十一的头 和他一起喝起果茶 宝石猫那一杯 则被他顺移到了身前 石铁自己也拿起一杯 咕噜噜喝了起来 同时 石铁看了一眼十一 他发现 在激活王族血脉过程中 十一的能量值提升速度 并不比加点种族技能差 他的血脉之力被提纯后 带动了身体强度的提升 自然而然也带动了能量值的提升 不知道要酝养多久才能激活血脉 但照这个势头来看 九点好像也没坏处 石铁心中分析者道 呜 对了 林修竹放下茶杯 看了一眼石铁 不是还没放假吗 你不去上课了吗 呃 石铁呛了一口 没事提什么上课啊 说来也倒霉 石铁被困武第一季期间 大一下学期直接过去了大半 现在回去上课 也是期末了 回去干嘛 考试挂科吗 既然已经旷课 那就贯彻到底 不去了 反正大意除了个别课程 其他基本对我没用 石铁道 前世他也不是什么都学 他接触的 向来是被同行视为不科学 不正经东西的神话历史 相比地球视神话为虚无缥缈的东西 这里的考古学家就实在多了 神话时代历史是所有考古学家 乃至预售师最想探索的领域 啊 算了 你高兴就好 熊猫学姐道 七 宝石猫喝完果汁 确信石铁很高兴 能摸鱼谁愿意上班上课啊 据他多年的经验来看 赶明目张胆在古都大学翘课的 日后多半成为大佬 强大的考古学家是学出来的 No 靠作死 别谈我了 那个玉兽兵团 就是石铁兽军团计划 进度怎么样了 石鱼转移起话题 本来后续众人是想让石鱼负责这个计划来着 增强下石鱼在军方的底蕴 这样也对石鱼未来有好处 但直接被石鱼回绝了 八字还没一撇的计划 爱谁操心谁操心去 云岸要找不到 这个计划相当于打水漂 负责了纯属浪费时间 啊 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估计要等冰龙雪山这边的事情处理妥当才会着手开始吧 林修竹道 那也快了 最近林书他们在干嘛 清理雪山吗 对 林修竹点头 要深度开发一大片区域的资源 然后驱赶 安置一群超凡生物 不过不知道他们那边进度怎么样了 如今 冰龙晋升图腾级 作为接受过石地赏赐 有石鲸系技能的巨龙 就算冰河图腾巅峰时期 估计也很难打过冰龙 不过 同为冰系 哪怕现在冰河图腾奄奄奄一息 极为虚弱 还未复活成功 冰龙也很难彻底灭杀他 想完全杜绝冰河图腾复活的可能 就得永久改变冰龙遗迹周围的环境才行 这样冰元素之力被隔绝 冰河图腾才能慢慢被彻底灭杀 而能做到这一点的 除了其他属性的图腾 也只有机械武器了 东皇协会决定派遣一位第四局成员 携带小型禁忌武器 永久将冰龙雪山的冰龙遗迹改造成一片火焰区域 在做这些之前 周围地区的资源 超凡生物 肯定是要收割 处理一下的 目前 平城区的玉兽兵团 便在执行这个任务 那下午我过去看看 顺便透透气 石雨道 嗯 你要去雪山 对 我想翻过雪山去对面接近海域的地方看看 石雨发现 重重除了对空想巨线暴风雪 雷暴比较擅长外 巨线深海啊 火山啊 都比较粗糙 主要还是因为箭矢问题 重重去过冰龙雪山 亲自跨越过暴风雪 也见识过石雨引来的雷暴 更可以用石雨的引雷针 作为巨线媒介装备 模拟这些自然不在话下 但是 由于没接触过深海 最多只接触过湖泊 瀑布 它制造深海还是比较麻烦的 而且 重重也没接触过多少生活在海洋中的宠兽 在深海中制造花样多点的培练对象都做不到 天天打龙里进化型 石雨它们都快打腻了 另外 由于不久后就要去龙宫城了 石雨想趁早先去让石雨它们接触下海洋 省得到时候露窃 至少餐宝宝不会游泳 石雨算是记住了 不会飞也就罢了 也不会游泳 属实过分 这 有点危险吧 熊猫雪姐一愣 不危险不危险 我拉着猫老师一起去 石雨道 对哦 宝石猫 我同意了骂我 进行魔鬼训练罚两天 石雨的四只宠兽精气神强了许多 不过让石雨觉得遗憾的是 教学成功率还是没有怎么变化 看来意志磨练任重道远 熬 熬 落泽 这次我们一起飞着过去顺便来检验下我们的训练成果 我和赤铜合体 十一你用电磁悬浮 重重你自己飞 餐宝宝你 你和银老师一起做飞毯吧 他会故意减轻防御设施让你体验下风雪的 餐宝宝 QAQ 他有点想快点学会植物掌控了 到时候就可以自己斗气化 不对 能量化液 凝聚叶之意之类的装备了 虽然出神入化茂盛技能有了植物掌控一丢丢功能 但变化还是具超阶技能少了许多 餐宝宝上课时候特意学习过 植物掌控到了高熟练度 甚至还能像觉醒天赋 觉醒镜一样 让普通植物觉醒成超凡生命 餐宝宝很期待 上午 熊猫学姐给十一按摩完 下午十语他们便开始出发前往冰龙雪山 十语他们也懒得走程序 直接通过瞬间移动穿过了城墙 很快 冰龙雪山的天空中 就出现了几道身影 红发赤童 身着眼膜大衣的十语 他飞行在最前方 旁边 十一全身弥漫着微弱的白色电光 飞行在十语左侧 而虫虫 则是扇动着翅膀 凭借蝴蝶脆弱的身体去顶着风雪 飞在十语右侧 虫虫虽然可以凭借空想之龙 获得堪比神龙的体魄 但是常态下的身体强度 其实还是虫类的 十分脆弱 基本扛不住两招 和十一比不了 锻炼一下也没坏处 毕竟基础数值越高 被技能强化后 效果也就越好 十语他们后面 宝石猫躺在念力飞毯上 打着盹监督着餐宝宝 一行人很快便进入暴风雪区域 等一下 然而 飞着飞着 十语忽然一喊 让众人停了下来 如今 赤童也被十语教学了超视力 绝对睡眠 背化等技能 在他的附体下 十语自然也可以获得部分技能的加成 借助超视力 十语很快发现 前方风雪区域有一个兵营柱扎在了那边 从标记来看 似乎是平成的御兽兵团 好巧 十语意外一声 然后到 过去打个招呼吧 哦 无Tilda 十一他们纷纷点头 宝石猫自然也无所谓 同时还到了一句 他们好像遇到困难了 嗯 十语微微一正 不一会儿 十语降落 他发现了御兽兵团 可御兽兵团没第一时间发现他 出神入化 极超视力的侦察效果还是强的 虽然不如监督职业考核 那个超阶天眼厉害 但也不差了 十语他们降落了下来 十语退出附体形态 小赤童化为小红雀的灵体 落在了十语的肩膀 用会打理起自己那红色的灵魂之语 什么人 随着十语他们接近 附近巡逻的士兵才反应过来 几个穿着蓝色迷彩服的青年 当即带领几头血狼围来 不过 当他们看到十语的样貌 以及十语身边的几只宠兽 很快就一愣 我是十语 王蒙团长 和镖团长在吗 十语问 十语教授 这群士兵纷纷一愣 确认了十语的身份后 立刻立正敬礼 木带惊讶 尊敬之色 道 十语教授 王团长 和团长都在 当下 破解了冰龙遗迹的十语 可是冰原式的大红人 基本驻扎冰龙雪山附近的 御兽兵团的士兵 都是见过十语的照片的 或许他们不清楚 十语其他事迹 但光凭考古发现冰原是历史真相 这一点 就足以让十语闻名冰原了 当下 虽然十语还是个学生 但是这群士兵都用起教授的称谓来表达起对十语身份的尊重 不一会儿 粗犷的王蒙团长 何彪团长 还有林大师都过来了 十语还挺佩服林大师 作为平成首富 理论上家里躺着养老就行了 但每当预售兵团有重要任务 他还都是冲到了第一线 也算是个狠人了 不仅对熊猫是真爱 对平成也是真爱 十语 你怎么来了 林管主看到十语后 意外道 卧槽 这不是十语老弟吗 没文化的何彪父团长道 从平成一记卧槽到了现在 呃 王蒙团长的注意力 则是在十语后边飞毯上的宝石猫身上 多年的生死经历 让他隐隐感觉这只猫猫 有些可怕 出来来透透气 历练一下 十语道 众人 尤其是那些御寿兵团的士兵 嘴角抽搐了一下 独自来这么危险的地方历练 像话吗 林叔 你们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十语问道 林洪年和王蒙 和镖团长面面向去一眼 然后看向了十语道 你怎么知道 的确遇到了一点麻烦 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吗 十语问 这 林馆主刚想说十语也帮不上什么忙 但是忽然 他目光意外看到了宝石猫 想了想后 还是解释到 我们目前正在扫荡指定区域的资源 驱逐凶兽 本来还挺顺利 不过 一处环境意外诞生了一个七级资源 地悬兵 七级资源 十语一愣 平成这是什么狗屎运 七级资源的价格 很少有低于一亿的 是对霸主及宠兽都有大作用的资源 在冰龙雪山这种地方遇到七级资源 简直和百捡钱一样 好事啊 怎么了吗 十语追问 是好事 林馆主苦笑下道 但问题是 我们不是第一个发现的 冰龙雪山中有四只强大的君王及凶兽 也早早发现了地悬兵 并死死守在了那边 他们应该是达成了某种协议 在一起吸收 我们只要一接近 那边就敌势万分 威慑缠绕风雪而来 虽然我们这边也有四只君王及宠兽 但是嘛 林鸿年管主偷偷瞥了一眼王 和团长 懂得都懂 王王团长 和团长 那四只君王及凶兽 都算是冰龙雪山中比较强大的凶兽 全都是君王种族 我们交战起来的话 肯定会有一定伤残 兵力不是很够 所以我们正在做打算 回平城 然后联系室内派遣增援 王盟团长 和镖团长 其实都属于较普通的大师了 君王及宠兽也只有一个 还不一定是君王种族 遇到这种情况还真有一点压力 但是一个七级资源是肯定不能放过的 平城处理不了 那就让冰原协会那边处理 这样啊 好说交给我吧 时宇不以为意道是那边吗 他看向了刚才感知到的气息最强烈的南方 啊 王盟团长和和镖团长一愣 有点没反应过来 倒是灵馆主目光贼亮的看着宝石猫 道可以吗 赢大人 您占大头 对了 这位是古都大学的守护霸主 曾参战过百年前古都亡灵之灾的赢老师 他是古都大学的守护者 实力非常强 灵馆主连忙跟两位团长介绍 让他们失去一点 抱紧大腿 虽然说 预售兵团先发现的资源 兵团有优先处理 探索权 但是这种情况 如果宝石猫愿意出手帮助 让他站大头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这 王团长和和团长一惊 卧槽 他们瞪大眼睛看向了飞毯上的宝石猫 霸主级 我倒是想 宝石猫舔了田爪爪 四只君王级的凶兽而已 他自然不怎么在意 在亡灵战场遇到十几只君王级死灵 他都眼睛不眨一下 何况是现在 但是 别人听不出来石鱼的语气 他怎么可能听不出来 石鱼这家伙 明显是想自己上啊 这种能分红的好事 如今有了君王级战力的石鱼 怎么可能交给他 没爱了 石鱼已经不是那个遇到君王级凶兽 就耸得一批的家伙了 是那个方向对吧 你不行 我再上 宝石猫问向石鱼 蚊子在小也是肉 他还要攒钱买资源突破图腾级呢 石鱼黑黑一笑 猫猫脸色一垮 众人 我们过去看看吧 王团长和团长林书 要一起过去吗 这三人当然要过去 片刻重重的念力领域便包裹了大家 使用了群体瞬间移动 只留下了一群猛逼的士兵 冰龙雪山 暴风雪区域 一处连通地底的巨大冰雪洞窟中 四只君王级凶兽围绕着一块连接地面与洞窟顶部的巨大丁形悬兵 吸收着悬兵的能量 轰 片刻后 有一股股威慑从他们身上爆发出来 四只凶兽露出凶残的目光 看向了洞窟之外 本来 不能独享的玄兵他们的心情就够不好的了 现在人类又接二连三来打搅 这四只凶兽已然没了好脾气 如果不是忌惮林管主等人的君王级宠兽 他们早已经出手 而不是只是释放威慑警告 吼 洞窟之外 十语一行人被传送了过来 与此同时 四只冰雪凶兽齐齐从洞窟中露面 形似迅露 全身冰斓 双脚犹如白色雪峰的冰山脊兽 身形高大 犹如雪人 雪怪 浑身包裹白色冰雪 眯着雪色眼睛的双雪王 拥有浅蓝色身躯 全身长着白色斑点 形似雪豹 有着一对引人注目的冰翼的白翼穷主 以及一只萦绕在半空 形似白色雪云和龙卷 长着双臂的云形生物冰卷云 四只凶兽全部都是君王种族 君王级 他们出现瞬间 石羽的图鉴就疯狂跳跃起来 显示出他们的能量值 没有一个低于150万的 一般来说 君王种族君王级的能量值 以常态为标准 在100万左右 而霸主种族君王级的最低能量值 在200万左右 当然 这是指下限以及常态 没怎么锻炼过的情况 至于想锻炼出更高的力量 就得靠着自己了 或是提升种族技能 或是使用各种珍惜资源 强化自身 石羽听说 冰原式的守护君王 那个生命古术阿姨 因为有过奇遇 能量甚至超过了500万 以君王种族碾压一众霸主种族 这四只野生的凶兽 能在几次雪山扫荡中活下来 能力显然是不弱的 怪不得灵馆主等人也忌惮万分 吼 此时此刻 白翼穷主最先一声咆哮 目光残暴地盯着再次到来的 灵馆主等一批人 实质化的威慑 直接爆发而出 竟然是完美级的威慑 威慑之下 风雪都被碾碎 天空白蒙蒙一片 雪云像是露了一个大窟窿 雪地宛如刀割 光凭他这一手威慑 就可以看出他的成长度 在灵馆主等人的宠兽之上了 卧槽 见到这白翼穷主这么不淡定 威慑力度比之前还强 老何直接骂了一声 这还没开始抢呢 说完 他看向了宝石猫 想看看霸主及大佬出手 不过他们蛋疼地发现 石鱼好像真的是想自己出手 这个威慑 没吃饭吗 石鱼反问道 轰 威慑袭来 石鱼动作最快 身前空之涟漪浮现 随即 惊人的寒气喷涌 一把蓝色神剑 慢慢从一空间中浮现 石鱼直接抬起手握在手中 吼 剑内散发出一道可怕的龙吼 以及席卷出一道恐怖的龙威 强横的冰雪龙威 瞬间和白翼穷主的威慑互相碰撞 挤压 恐怖的龙威冲击而去 让对面的四只宠兽瞬间瞳孔一缩 卡 两股威慑在半空碎裂 四只宠兽齐齐露出忌惮的表情 没有继续释放威慑 冰龙之刃里的威慑之源 是冰龙给予石鱼的可以让他在雪山中横着行走的蕴含冰雪龙威的七级龙须 眼下 时常感受到冰龙一记传出的龙威的四只冰雪君王发现龙威 怎么可能不忌惮 毕竟他们都是在龙威下颤抖长大的 不仅是他们 旁边的王 和团长两人 以及灵馆主 都瞪大了眼睛 卧槽 这是啥 不像是宠兽啊 但是 看着石鱼手中散发龙威的冰雪神剑 三个老男人吃惊过后 其刷刷目光中闪亮起来 明白了过来 这是一个等级极高的精神系装备 起码七级以上 不然不可能这么轻易对抗君王极威慑 土豪 王团长和和团长顿时心中惊呼 就连灵馆主也舔了舔嘴唇 石鱼还真阔啊 投入金钱培育宠兽 和投入金钱购买 打造一个没有成长性的死物装备 正常人都会选择前者 里面的地玄兵和我有缘 你们自己走 还是我送你们走 双手持剑 将冰龙之刃插入地下 石鱼双手放在剑柄上 静静看着这四只君王及凶兽 吼 吼吾 石鱼是心灵感应 这四只凶兽自然听得懂他的话 不由的露出不善的目光 不可能 如果是平常 他们或许会绕着石鱼走 但是 里面的悬兵 是让他们实力更上一层楼的巨大契机 不仅可以强化他们的兵系力量 说不定还有机率将他们的兵系能量转化为悬兵 获得新的超阶技能 怎么可能放弃 别放他们走 这四个家伙 十年前都参与过寿潮 林洪年大喊 石鱼一愣 顿时道 明白 他们逃不了 而且还会来送 石鱼 虫虫 参宝宝 赤童 你们分一下对手 速战速决 石鱼在旁边道 王团长和团长 林管主 三位大师面对石鱼的话 一脸猛逼 嗷 下一刻 石鱼缓缓走出 一步一步走向了前 无Tiu的重重也点了点头 飞上了前 一Tiu的参宝宝也是一样 从飞毯上跳下 一脸无敌 并且搔手弄姿 田气外散 旧Tiu的赤童也是毫无犹豫 从石鱼肩膀飞起 冰龙雪山F4 四只凶兽看着走出的小石铁兽 蝴蝶 参宝宝 小红雀 一脸迷茫 哪怕靠着野性 他们也能感知出 这四个家伙的力量 弱得可怜 无法和他们媲美 远不如时于手中的冰龙之刃更有威胁 不过 虽然力量没有威胁 但是下一刻 四只凶兽注意到了参宝宝 他们目光不由的慢慢凝重起来 越看越凝重 直到嘴角下意识流出口水 这 吼 血液穷主最为机灵 随着他浑身上下的细胞都在颤动 他瞪大眼睛 大吼起来 不可能 为什么这只餐宝宝 他一瞬间 大脑炸裂 思维变换 分析起来一件影响一生的大事 玄冰可以不要 但这只餐宝宝 他必须吃 吼 双血怪的血色眼睛也睁开了 下意识咽了口口水 乌尔 Tilda 冰山脊兽一样的暴动 瞬间感觉里面的悬冰不香了 哪怕是元素类生物冰卷云 也都十分吃惊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之间 感觉这只餐宝宝比元素类资源地悬冰对他吸引力还大 本应该下雪的冰卷云 不争气下起雨来 清客 四只君王及凶兽跟失了至一样 而下一刻 时宇他们这边的四只宠兽 也听从时宇的命令 开始嗑药了 虫虫直接从空间口袋取出时间果实X4 瞬间传送到了十一他们之前 十一手上出现了一枚花生大小 形似菠萝的白色时间果实 赤筒餐宝宝拿到的也差不多大 重重留给自己的最小 下一刻 他们四个 齐齐将时间果实吃了下去 恶乌 与此同时 四只凶兽更是疯了一样扑来 全部朝着餐宝宝而去 此时餐宝宝身上的吸引力达到了极致 甚至四只凶兽都舍不得用技能 生怕把餐宝宝娇弱的身躯打烂 吃着不香了 现在他们只想一口吞 四只君王及凶兽从未想过自己会有这么怜香惜玉 吼 乌二 凶兽袭来 此时平成的三位大师都是色变 不过下一刻更让他们色变的是 一鼓接着一鼓的庞大无比 震撼暴虐的气息 如同火山一般从十一 重重 参宝宝 赤铜身上爆发 轰 的一声 虽然十一依然保持实铁兽形态 但是身躯倾刻涌现仿佛压缩到极致 然后猛然爆炸而开的力量 他浑身雷电缠绕 宛若雷神 噢 十一一声咆哮 睁开双目 口中和双目中仿佛有雷光泵射 滋滋滋 他的身影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只留下原地一个焦黑的大坑 当他再次出现 已然出现在了高达两米的冰山脊兽的上空 此时 冰山脊兽正在踩踏冰雪袭来 但是下一刻 他忽然瞳孔一缩 目光惊骇到了极致 刚要回头 抬头 但一股巨大的冲击力 已然降下 时间仿佛凝固 此时十一的速度 根本让冰山脊兽反应不过来 双手合在一起握拳的十一 直接由上而下 以雷电之力 给予了这尊君王一记雷神之锤 轰 一击砸下 冰山脊兽脚下的冰雪瞬间泯灭 一个直径超十米的大洞轰然出现 冰山脊兽身体散架间 就像一道蓝色的流光 被垂入地底深渊之中 另一边 双雪王也瞬间目光惊恐到了极致 他所站立的位置 也处于大洞之上 然而 他此时却漂浮在天空 全身上下被一股念力控制着 身上弥漫着宛如混乱气流一般的蓝色念力 双雪王不断挣扎 身躯不断变形 求饶的目光和对面的空想之谍对视而上 但下一刻 重重却直接强化念力 砰的一声 双雪王整个身躯 瞬间被念力捏爆 化为漫天风雪四散纷飞 半空 展翼飞行的白翼穷主几乎是瞬间冷静 眼前哪还有对餐宝宝的执着 这一刻 他身体预警到了极致 他现在只想逃 然而 虽然他是四肢凶兽中速度最快的 但是当他反应过来时 还是晚了 已经有一道金黄耀光的光柱 轰然穿透了他的头颅 空着一个大洞的头颅下 是白翼穷主那难以理解的目光 在他的视线中 那个浑身散发香气的餐宝宝 瞳孔中六芒星旋转 手指指着他 空气者还残存着光束的残影 最为凄惨的 当属是冰卷云了 在他的对面 麻雀大小的赤童 只是随意挥动了一下翅膀 然后呼的一下 耀眼的成红色光芒弥漫 天空中太阳闪耀到了极致 一股庞大的太阳风暴 由赤童身上宣泄的能量形成 然后化为一股热浪朝着冰卷云袭去 哪怕冰卷云瞬间将自身力量提升到了极致 但是冰雪之力触碰到扬眼 冰雪还是顷刻之间化为一滩血水 几乎是瞬间冰卷云就消失在了世间 速战速决 短短一个照面 四肢强横的君王及凶兽 全部失去生命特征 只留下了十一 虫虫 参宝宝 赤童留在原地 目视着战果 这一刻 宝石猫还好 但是时雨后边的林洪年 王蒙团长 何彪团长等人 嘴巴都张到了极致 眼睛恨不得瞪出来 匪夷所思的看着这一切 明明可以更轻松 非要这么大费周章 宝石猫嘀嘀咕咕 刚才 时雨四只宠兽 都使用了时间果实 获得了突破后的部分力量 虽然不知道他们突破后的全部力量是多少 但是刚才凭借时间果实激发力量后 他们每一个能量值都在300万以上 吸收时间果实效果最好的餐宝宝甚至达到了近400万 高的离谱 力量最低的也是眼前冰龙雪山F4的两倍以上 再加上他们的技能熟练度也没有短板 顷刻之间 便上演了这击碎平成三大师三观的一幕 平成三大师结结巴巴的看着这一切 瞬间失去了语言能力 还行 不过 不是极限 时雨看着这一切 也是点了点头 要知道 这还是餐宝宝控制了时间果实强度的结果 还不是他全力凝聚出来的时间果实 十一他们的潜能 时雨自然是清楚的 如果是餐宝宝将自己改造成时间果实 让十一他们吃掉 十一他们估计可以瞬间获得霸主级的战力 碾压一切 就不是简单的君王级这么简单了 不过可惜 目前餐宝宝太弱 时间果实等级有限 针对同级宠兽 提升的越大 代价就越大 以统领级激发全部潜能跨入霸主级的代价 就是餐宝宝得完全现身 十一他们事后也得死亡了 这个时雨肯定是接受不了的 餐宝宝能复活 但十一他们可就复活不了了 但即使如此 拥有这一底牌的石雨 目前也可以称之为顶级大师了 所谓顶级大师 便是御寿空间五 六级 战力可短暂抗衡霸主级生物的御寿师 也就是陆学姐 邹天王等人那个级别 眼下 石雨虽然对抗霸主代价有点大 但是要知道 十一他们还都没真正意义跨入君王级 如果等他们成长等级真正跨入了君王级 在吃时间果实激发前能短暂获得抗衡霸主的力量 说不定代价就不至于是死亡那么可怕了 霸主意志 君王级 目前还差霸主意志 只要达成了这些条件 石雨就有足够的实力去到处浪了 那些之前不敢探索的遗迹 皆可去的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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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 平成三大师还没有反应过来 林洪年管主震惊万分 不明白一年前还是见习欲寿师的石雨 为什么实力增长速度如此神速 石雨 你 呃 石雨挠了挠头 道 算是外挂吧 就是容易封号 三大师 三大师看去 下一刻 刚才要武神威的石铁兽 空想之蝶 参宝宝 赤铜 直接捏了下来 一个个摔到了地上 昏迷了过去 四圣兽 Zistilda 当然 石雨知道 这是时间果实的副作用 不过 因为十一他们随时可以突破到君王级 目前只是在压集 这种月级爆发副作用几乎等于没有 他们此时只要绝对睡眠睡几分钟 高速愈合片刻 就可以把副作用消除 三大师微微张大嘴巴 理解不能 石雨笑了下 也没解释太多 时间果实对三位大师用处不大 他就不卖卦了 他们没有霸主种族宠兽 也没有幼年的君王种族宠兽 自身又是壮年巅峰期 哪怕时间果实再强 对于他们也是鸡肋 甚至目前用途不如一颗营养物 这技能 挑使用者 就得是石雨这样有着一堆霸主潜力的成长期宠兽用才效果最佳 我们进去看看地悬兵吧 石雨开口道 同时绝对睡眠中的四只宠兽被石雨收回了御兽空间休息 打算等过十分钟再放他们出来 啊 好 面对石雨 三位大师有些猛了 尤其是王蒙团长和和团长 之前石雨只是身份地位高 而现在 石雨这战力 在冰原是完全可以排前五了好吧 整个冰原是也没几个顶级大师 但是石雨这实力 绝对在冰原是所有普通大师之上 冰原是的普通大师及御兽师 哪个敢说能一个照面秒杀四只君王种族君王级的凶兽 恐怕再过不了多久 石雨就能成为冰原是最强 三人一阵沉默 好奇那些历史传说中欲寿师 成长速度和石雨比较如何 反正那些普通传奇 他们认为是不如石雨的 冰龙雪山对面 无垠的大海中 深海龙宫城 一处金碧辉煌的大殿内 一尊巨大的青色神龙在里面咆哮着 怒火引得无穷海域震荡 海龙王大人 息怒 息怒 冷静啊 一只千年老王巴留着豆大的汉珠 劝着这位爷切勿动气 冷静个屁 我让你们看好那个家伙 龙呢 马上就要龙宫宴会了 周边海域的海兽都在前往龙宫城 他这个时候偷跑出去 什么意思 以他那个惹祸金的体制 绝对会出问题 绝对又要有倒霉弹被他揍了 啊这 海龙王大人息怒 小得该死 太子他也只是贪玩而已 说不定 说不定等会儿就回来了 我们已经派兵去寻找了 海龙王还是生气 虽然说 硕大的海域所有君王及以上的海兽都认识他的孩子 那个蠢货不至于遇到危险 但是他还是气 滚滚滚 快去找回来 另一边 一条白色的神龙 眉飞色舞的向着远方的陆地方向 雪山方向飞去 既然海洋里处处受限制 那他就来陆地好了 希望陆地上的超凡生物尽打一些 不要让他失望而归